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类药品它就变成了毒品 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看一下这个常用的感冒药 那感冒药里头呢 它有这个麻黄碱的成分 如果大量购买 重新包装 并以毒品的形式贩卖 那就是贩卖毒品罪 那还比如呢 这种止咳药水 它含有可带因的成分 当我们大量使用的时候 或者超过治疗用量 那如果滥用它 也会以吸毒成瘾论处 再比如 芬太尼药物 它在我国呢 属于正常的药物 但是呢 出口之后 被很多人滥用 滥用人群增加 因此 我国在2019年5月1号 对芬太尼类物质 进行全面的列管 因此 毒品是使人成瘾的 被管制的 也是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当中 被滥用的东西 那它才是毒品 毒品区别于其他药品 有其资深的特点 概括起来呢 主要有四个方面 即成瘾性 滥用性 危害性 以及违法性 那么成瘾性呢 包括有心理成瘾 和生理成瘾 滥用性呢 主要就是超过了 医疗使用的范围 大剂量使用 这么一个特点 第三个特点 是危害性 危害性呢 包括吸毒者自身 身体造成了危害 那我们听过一些报道 有的女孩因为吸毒 泌尿系统受到感染 长期出门要带尿布湿 危害性呢 还有一些对社会的危害 那有些人员呢 因为吸毒 造成精神的错乱 那会有纵火呀 杀人呀 抢劫 等等情形的发生 毒品最本质的特点 就是违法性 那所有吸食毒品的 它会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法 那如果参与到 制毒贩毒 等这个违法行为的 它会是违反了刑法 这个呢 是毒品的特点 那应该说 毒品在没有进行 确切的检验之前 都称之为疑似毒品 所以毒品分析的重要性 在这里显而易见 讲毒品分析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毒品和毒物的关系 毒物当中包含着毒品 毒品就是毒物当中的一小部分 属于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 因此毒物分析所用的方法 手段以及这个检测的目的 在毒品分析当中同样适用 我们概括一下 毒品分析 它用的分析方法 还是分析化学的方法 它分析的对象 是一小部分疑似毒品 毒品及其代谢物 抑制毒化学品 和毒物有差别 但是呢 主要涉及的都是毒品 及其代谢物 毒品分析的目的 还是为了证实犯罪行为 提供罪行的依据 但是呢 毒品分析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做毒情监督 毒情监督 情报研判 我们通过一些图片 来看一下毒品分析的对象 有哪些不同 毒品分析的对象呢 有原植物 也就是说非法种植毒 毒品 这里有硬素 大麻 恰特草等等 都属于毒品原植物 还有一类呢 叫毒品制成品 那就是大家熟悉的 冰毒 海洛因 马骨片 这样的制成品 还有一部分呢 分析对象叫毒品的半成品 也就是说还没有 供大家交易之前 在制毒工厂当中 我们看到的 准备鸦片的 准备制成冰毒的 这些半成品 第四类 是毒品的伪装物 那大家看呢 饮料 饼干 巧克力 咖啡 都不陌生啊 但是这些东西里头 也有一些毒品 也就是说 在这个娱乐场所 如果有人 陌生人给你饮料 或者给你糖果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某些毒品 就隐藏在这些包装下 伪装成这些物质 我们要分析的物质 是新精神火性物质 这类物质呢 近些年高发态势 它可以叫香料 可以叫预言 可以叫油票 当然 这些东西呢 近年来 城出不穷 国家也在加强 它的打击力度 那毒品的分析对象 还有一类 制毒 制毒工作 那制毒离不开 抑制毒化学品 这些抑制毒化学品 也是我们毒品分析的对象 有制毒 贩毒的 也就有吸毒的 对于吸毒人员 它的吸毒工具 它身体内代谢出来的 尿液 血液 等等 头发剪裁 我们对吸毒人员的 生物剪裁 分析 也是毒品分析的内容 毒品分析 就是运用化学分析的原理 对毒品走私 贩毒 制毒 非法种植 吸毒 毒品中毒案件 等等 疑似毒品和代谢物 抑制毒化学品 进行定性定量分析 那我们除了揭露犯罪 证实犯罪 那还有毒情情报获取 毒情监督 社会管理 这就是毒品分析 一个简样的概述 包括了方法 内容 和我们最终的作用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